最近由于全球经济布景器出口状况并不乐观 中间企业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 政府为了帮助支持韩国经济的中间企业扩大出口 举办了肯谈会 这是一家生产用于电器电子零部件导线的企业 导线是为了接通电子零部件与其他部件 连接接口和接口之间的电线 应用于电冰箱、洗衣机和汽车等大部分电子产品中 该企业制造导线的方法与传统方法有所不同 他们不是把粗铁丝拉系以后再进行镀金 而是先在铁丝上镀金之后再拉成细丝 因此其效率明显高于传统方法 该企业在全世界市场的占有率达到20%以上 在导线领域排名第一 目前全部生产量的70%用于出口 但即便是这样的中间企业 也未能摆脱今年上半年的出口委迷现象 知识经济部为了扩大支撑韩国经济的中间企业出口 于本月23日在安山商工会所举行了一次肯谈会 当天钢铁行业相关协会和企业代表们要求政府提供 关于增值税预存制度和海外交易企业的信用信息 并督促制定减少物流费的相关方案 对此知识经济部第一次观影响指表示 将近最大努力改善出口环境 政府和行业之间的肯谈会不仅能改善下半年的出口状况 在企业制定发展方向上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因此专家指出为了中间企业的发展需要持续不断的定期举办肯谈会